吴尼朗 米尼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11月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今天开始带您来关心花莲新议会 第20届第二次的定期大会 7号则是进行宪政的总局寻 那么现议员陈美联针对 崇德遗址博物馆设置来开创地方的观光 另外校园霸凌事件的通报 也请教育处要做好管理以及补导的机制 还给校园一处安全的学习环境 现议陈美联则是以太陆格式的语言 向在场的县长 副县长 秘书长和各局所长来问好 向乡亲说明咨询的内容 陈美联表示 崇德遗址博物馆历史文化意涵 也希望文化局能够协助地方 来新建设置崇德遗址博物馆 来开创地方的观光发展 主要是针对崇德考古遗址的部分 未来这些出土遗址的 出土遗址保存 还有这些出土遗址未来要放在哪里的问题 所以我有建议文化局这边 是不是未来做一个展示馆 或是一个博物馆 让这地区整个七八个 考古遗址的这些出土文物 都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展示 也可以透过展示 也让地方的文化跟这个产业都能够一起的发展 其实崇德遗址未来 其实工部门的土地其实也有好几个地方 其实这个地点是真的要好神圣的去评估跟去寻找 还有苏花安未来在崇德会有一个服务区 我们也希望是说如果在那里能够也设一个展示馆 其实对我们崇德地区的发展跟文化的保存 其实观光其实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另外针对校园安全霸凌通报辅导机制 也请教育处能够落实 还给校园一处安全的学习环境 校园霸凌事件 我在这里真的是强烈的要求就是 一试就要通报 你没有通报就没有辅导 没有辅导 那就这个霸凌事件就没有显示出来 就没有辅导的功能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教育处长 你的数据你告诉我是零 这是你给我的数字嘛 就是零嘛 你执案数就是零嘛 你不要跟我说你仪式 那你仪式你也可以写示给我啊 你国教署的资讯就非常清楚啊 你教育处给我的资讯是不是那么清楚 但是就算是零 那我当然也要希望我们教育处这里 就继续维持零 那你仪式的这些部分 你要继续给他辅导 不要让这些都变成是我们这些 民意代表要去追的事情 而且校园霸凌 讲实在在发连线 就算是你没有承办 我觉得教育处也要关心 因为是督导部分 你要在视察 你在各个学校 也要把这个事实反映给教育处嘛 先言成员也最后针对 爱约通学生使用普及利 则是成效部章 也请文化局教育处 能够提出方案 不要让美意大打折扣了 记得叫欢迎欢迎收到 这边的问题 到达扣了